9月面板报价持续向下跌幅孔比8月更大 32、43寸面板价格跌回年初时水准 市场预估面板报价孔一路下跌至年底 群创友达、彩晶三家公司 6号同步开低再向下探底 面板厂未守住获利 对成本态度转趋保守 因此零组建业者如驱动IC等上游供应链 第四季价格在涨空间相对有限 德国汽车巨博戴姆勒执行长周日表示 对半导体晶片的需求飙升 代表汽车产业可能难以在明年 甚至是2023年前获得足够的半导体晶片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集团 因遭两家债权人追债 所发行的多档债券 9月3号遭到投资人大量抛售 宏博社分析指出 恒大集团是中国做大的私营企业之一 涉及众多就业者 如果恒大出事恐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 越南从7月起受Delta变种病毒肆虐影响 8月23号越南宣布封城 包括服饰业者GAP、Lululemon有三分之一生产仰赖越南 Nike也有51%的鞋类和30%的衣服来自越南 美国八十多家鞋类服饰业者写信给美国总统拜登 提到越南代工与美国产业唇齿寒的关系 呼吁美尽速援助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导